老人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于我们私房茶老酱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习近平缺席G20 世界移情关注点多 而且还有一些调侃 但也有一论认为 习近平的缺席G20 跟国安部对美国的发声 是中美关系真实的抵设 人大的国际学的教授 石英宏说 国安部不负责外交 因此没有权利 就中美关系发表看法 这当然也是一架之言 习近平缺席印度G20峰会 成了重大的新闻 西方媒体都把此事 作为重要新闻版面处理 究竟习近平不出席 G20峰会意味着什么 中国政府想对外面 发出一个什么信号 大家议论纷纷 我们看看彭博社的新闻标题 习近平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缺席G20峰会 损害了他的全球政治家的形象 没有解释 是眼下世界媒体报道 习近平的时候 经常用了一个关键词 前不久 在南非上的金砖五国峰会 没有解释 缺席了重要的工商论坛峰会 得到了习近平亲自提拔了 中国前外长清刚没有解释的失踪 而失踪到现在也没有解释 美国领会释放了新闻标题是 中国领导人缺席G20峰会 少了印度的面子 副标题是说 习近平之2012年上台以来 从没缺席过20国集团峰会联会 北京不准备解释 他放弃出席的明显决定 美联社是从中印关系的视角 来看习近平的缺席 他说在双边关系恶化的时期 中国的习将不参加在印度的G20峰会 习也将缺席即将举行的峰会 这个是成了日本媒体的 重调的国际新闻 日本昭日电视台他认为 是由政府的二号人物 总理李强出席 迄今为止从不缺席 G20峰会的习主席 这是非同形状的缺席 缺席的理由还不清楚 但有一种说法 大概是由于领土争端 中印关系的恶化 朝日新闻也说 日本政府表示遗憾 表示遗憾 也就意味着岸田文雄和习近平 不再有机会直接讨论 东京电力公司的福岛 第一核电站处理水的排放问题 那么跟李强会不会谈呢 不知道 法国观察家周刊的网报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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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妈 9月4号 写了他们国家的哈斯基的文章 它标题是 为什么习近平在G20上的空椅子 不是好兆头 除非有最后一刻的转折 中国头号人物不会出席 G20峰会 在乌克兰战争导致国际力量平衡 重新定义的大背景下 这种缺席意义严重 普京不缺席 因为普京不就是一出席就被逮捕 而习近平缺席他不用 没有逮捕这说 因此习近平和很多政府陷入了疑问的深渊 英文媒体有各种以待调侃的评论 说这位最有领导力 也乐意展示领导的领导人 缺席了二次国的峰会 在面临战争与和平 环境危机 经济困境等重大挑战 也在当今世界急需 累自领导之际 习近平缺席了G20 世界前20大经济体领导人 即将在印度举行峰会 留下了一张空凳子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了很多的猜想和猜疑 那么香港01 有署名文章郑珍 他把习近平缺席 G20峰会跟国安部 对美国发言联系在一起 认为这个才是中美关系的真实的底色 国安部在昨天公众号写了一篇文章 新平庄信九 美国对华战略的新两手 实际上是老两手 那么对美国有很多的批评 这篇文章认为 这体现出拜登政府对华战略 两面性的特征 新的两手 过去几十年 美国对华战略老两手的接触遏制 而新两手的竞争 管控竞争 文章认为 从这个文基本调门来看 中国对美国高官近期接连访华 并不抱乐观的态度 这个文章以往 中美关系的文章都是官媒 新华社 人民日报 或者是外交部的文章 没想到这一次是由国家安全部 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写的我原创文章 这带有鲜明的立场倾向和主张 是比较罕见 他说这可能意味着 国家安全部在对美政策方面 将会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美国已经把国家安全 放在对华关系的首位 而中国也在这个言论 同样把国家安全提升到了 前所未有的位置 中美关系如果是按照这个问题来看 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关系恶化 大国竞争和对抗的残酷性 严肃性 正在扶属水面 高官复防 已经不是促进关系转环的有效方式 国家领导人资金的接触 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效用 看来也是有限的 所以习近平不出席G20 由总理李强出席 李强这次如果跟拜登 也就是礼节性的 不接触 没有办法解决实质问题 尽管习近平不出席G20 的原因是复杂的 他没说多复杂 但也说明中国对中美关系 对中美领导人 目前仅有可能在国际会议场合 进行会晤 而且会晤的结果也不保期待 尽管著名的国际学学者 国际关系学者石英宏指出 国家安全部 不负责外交 因此没有权利 就中美关系发表看法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 但是一个大国的领袖 窃席一个由西方主导的 二十国集团峰会 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所以呢 围绕的G20峰会 习近平不出席 连续几天都有很多的揣测 很多的分析 那么很多的评论 这评论呢 当然也有些调侃 外国人调侃你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封他的网 就把习近平历来 都是对中国摩斯 解决世界难题 最需要他去解决世界难题的时候 习近平不见了 那么对外国人来讲 这张空凳子有响起呢 刘晓波在瑞典 那张空凳子 这种联想 当然在同他们角度来想 也情有可原 但中国来讲 也是不能容忍 习近平不出席 现在很多人都排除了 身体的原因 也不一定完全是因为 国内经济形势恶化 如果真恶化到不行的时候 总理李强也出不去 那么好了 那么是不是内部的政治欲 比较紊乱呢 这个还是有什么不确定因素呢 这个呢 也都是外面一厢情愿的采访 这个呢 也不一定有更确凿的事实根据 当然最近也有人传说 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两个 在总装备部的 两个军信也被查 那会不会呢 波级和央级呢 就感觉军队内的不稳 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争后群 然后呢 抓贪官 那些文官 说老实话 怎么抓都不要 第一抓不完 第二抓了 也影响不了大局 反而言之 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一种政治资源 需要的时候抓几个 所以呢 当官确实也是高危的职业 我们不谈这些事 如果只是针对印度 中印关系的恶化 习近平 采取 不出席 不给他争面子 这是不是被人家认为 一顿小家之气 关键是20国集团 是西方主导 而且很多场合 领导人要独自的面对媒体 独自面对其他国家的领袖 你不懂的英文 翻译不能在身边 或者在身边 你不能够 及时的翻译他的本意 会不会让我们的领导人 感到很寂寞 也许呢 这也是一个不想出席 懒得出席的原因吧 这个呢 我们是自己瞎猜 国家安全部这篇文章 会不会像香港领导所说的 国家安全部 当然也有他本身的智库 这个智库对中国最高阶层的 对美关系 而其他的国际关系 也有他们的发言前 采不采纳是另外一问题 那么双方都在 国家安全的角度 都在对各自的国家安全 维护的利益 做了很多的布局 与很多是属于针锋相对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习近平不出席 印度新德里的G20峰会 我想11月混在旧金山的 APAC峰会 习拜会 恐怕也悬了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虚是这样子的 只要你来フォー 我虚是这样子的 你回头 我虚是这样子的 在键上 我虚是这样子的 还是这样子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